雪後放晴 黃山一片雲海 樹枝上面堆滿白雪 飛雪奇景 讓遊客驚呼 真的很幸運 感覺是天上人家的感受 4月份能夠看到這樣的雪景 聽說這20年都沒見過 它跟黃山的這些 起石 雲海一結合 就感覺黃山不愧是 中國第一山 最美的山就在黃山 原先想上山賞花 沒想到意外賞到雪 一覽20年難得一見景色 在九花山樹枝出現雨中 和難得一見的4月桃花雪 來到九花山感覺到特別神奇 有那麼羽化嘛 就是千樹萬樹立花開 大陸北部 南部大幅度降溫 民眾一周向過四季 溫茶達15度以上 下雪遊客看得開心 但湖北採春茶的茶農 可就大傷腦筋 冬死了 五六五天的茶 可以下降了 只得到幾千塊錢了 以前可以得一萬多塊錢 山區下大雪 廣西還出現雷暴雨 甚至降下冰雹 湖北因為暴雨導致土石流 泥土淤積露滅 因為持續多天下大雨 多條道路被阻斷 稻春寒天氣恐怕得在冷幾天 記者綜合報導 下雪遊客看得到 下雪遊客看得到 下雪遊客看得到